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朋友吉良海 我通过人物的悲欢力和通过人物的不同的命运 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归 学历史 它的最大的功用就在于知心替知德士 听吉良海正解清史 看中国历史大讲堂 上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黄太极这个人 他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后 居然夺得了韩位 并且在夺得韩位以后消除了内部的障碍 并取得了汉族百姓士绅和降兵降将的支持 那么至此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与大明王朝决战的最关键的时刻 登上了大汗的宝座 掌握了后勤政权的最高权力 但是黄太极远没有满足 他的目标是要消灭大明王朝 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强大帝王 而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 黄太极又制定了怎样的计划 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这个计划的呢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开始了 黄太极非常清楚 如果此时进行对外战争的话 首先就要拿一个国家 拿一个政权 拿一个地方来计旗 我的第一仗要打谁呢 要出之能战 战之能上 黄太极想了想 还是决定以临近的朝鲜 作为自己计旗的对象 他为什么要打朝鲜呢 我们说朝鲜这个国家 他比较怪 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以后 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以后 朝鲜的政局也发生了动荡 在1392年 亲民的李氏王朝建立 从此以后 这个朝鲜呀 就与大明王朝 他的关系日益的密集 他就成为大明王朝的一个蜀国 不仅如此 在1592年 日本在他们的首领 风尘秀吉的率领之下 毅然而然的侵略朝鲜 在这个时候 朝鲜政权 向大明王朝 求将大明王朝 派出了几万组队 前去支援 这场战争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叫做万历之一 在朝鲜的历史上 叫人臣为国战争 那么万历朝鲜战役也好 人臣为国战争也好 说的都是一件事 都是中国出兵朝鲜 协助朝鲜消灭日空 消灭日本侵略者的事 这场战争前后历之历时七年 在朝鲜政府和中国政府双方共同的 共同的努力下 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那么此后 我们应该说 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日益密集 尤其是在努尔哈赤建立后军政权以后 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时期 每当努尔哈赤的军队一进攻明朝的时候 朝鲜这边就派人骚扰努尔哈赤 每当努尔哈赤的军队一进攻朝鲜的时候 明军就会打努尔哈赤 所以努尔哈赤现在的局面 他是夹在朝鲜与明朝之间 黄太极继位以后 他觉得与其如此不如消灭朝鲜 所以这个时候 在1627年的时候 黄太极毅然决定出兵朝鲜 出兵朝鲜的时间就定在1627年的正月 黄太极派大将阿敏 派吉尔哈朗 派阿基格 杜杜 月托 瑟托等人 率大量的八旗军队大举进攻 当时冰封直指平壤 朝鲜的国王李宗迅速逃跑 真的他没有想过 他完全没有想过 这个黄太极的军队怎么这么神速 所以这个时候他向大明朝求救 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军队已经完成了 平壤已经完全被占了 最后李宗没有办法逃到了江华 李宗 朝鲜国王李宗逃到江华岛以后 明镇后金这边派了人来与他谈判 双方经过谈判以后 确定达成了一种兄弟之盟 在此之后 阿明已经跟人家达成了兄弟之盟 结果又违背信弃义 纵兵掠夺三日之后退出朝鲜 那黄太极他这次出兵朝鲜 他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我们首先要看 黄太极此次出兵 他具体的目的都有什么 他的军事目的是斩断明朝 与朝鲜的军事关系 他的经济目的是让粮食非常富裕的朝鲜 把他们的粮食进攻给后金 此外还有这个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就是断绝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那么由于我们讲阿明他纵兵掠夺 此后朝鲜的政府对于此前所答应的一切不平等的条件 全都宣告作废 换句话说 我们讲黄太极此次出兵 只是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的三个目的一个也没有达到 朝鲜政府拒绝履行他们所答应的一切义务 而且不仅如此 当黄太极谴责朝鲜政府的时候 朝鲜国王李宗公然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他说 贵国既予义和西兵甚为美意 故故意喜而许之 但见弊邦之于明朝 君臣分仪慎重 若贵国要我复明 则宁以国弊 断不敢从 李宗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说黄太极我跟你说 咱们之间你想合作很好 你想撤兵我非常高兴 所以我也跟你签了合约 对不对 而且咱们搭成了兄弟之盟 咱们是兄弟 但是问题在于咱们是兄弟 我跟明朝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你不能因为咱们是兄弟 你就让我去攻打我的父母之邦 你如果下了这种命令的话 那我告诉你 我宁可国破家亡 我也不能听你的 一个笑容可以倾国倾城 金戈铁马的战争终将民于谈吐 有道是千古风流令人陷 却只见滚滚长江东逝水 素不尽无千载变幻 尽在中国历史大讲堂 至此黄太极的大规模扩张战争 完成了第一步 那就是出征朝鲜 这场战争黄太极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同时也为他自己下一步的计划 解决了后顾之忧 但是因为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使得这次出征朝鲜 并没有达到其征服朝鲜的最终目的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让黄太极半途而庆了呢 事情还要从源头说起 在1626年春天的时候 诺尔哈赤派大将奔袭宁远 诺尔哈赤当年67岁 守卫宁远成的 是一个壮人出身 是一个近世出身的人 肩不能单单 手不能体蓝 这个人叫袁崇皇 结果诺尔哈赤败在袁崇焕手下 诺尔哈赤挣扎了40多年 他打仗的时间比袁崇焕的年岁还要大 40多年的征战 最终却败在了一个黄口小儿手下 肩不能单单 舍不到体蓝 黄太极不服气 黄太极亲眼看着他爸爸打了败仗 亲眼看着他爸爸被活活的气死 他非常强 我一定要除掉 袁崇焕 可怎么除掉 1628年 黄太极军 我自己亲自带领 攻打了袁崇焕 所以当黄太极所有的部队 从朝鲜半岛撤回来以后 他迅速冰封直指中国东北明朝首币 结果他再一次遇到了袁崇焕 这一次他再一次打了败仗 宁远宁锦 两次失败 使黄太极深刻的认识到了 这样一个道理 只要有袁崇焕在 你 后军政权 不管你是谁来 你都进不了 你都过不了沙海关 你都不能占领中国本土 只要袁崇焕活着 大明王朝 就不会灭亡 换句话说 袁崇焕此时成为黄太极的心腹之患 怎么办呢 我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才能消灭袁崇焕吗 这个时候 范文成给他提供了一个计策 什么计策呢 反监计 反监计是36计中所有计策中最为恶毒的一种计策 那么如何来实施这个反监计 在范文成的受益之下 这个时候的黄太极终于改变了对策 他决定 我不去攻打锦州了 我不去攻打宁远城了 我不去攻打山海关了 我不跟你袁崇焕叫板了 通往北京的道路有千万条 我非得走你袁崇焕 我换一条道 换一条什么道路 袁崇焕 守卫上海关太阳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黄太极走潘家口 走喜丰狱 走马郎口 冰封直直北京而来 换一条他走的是济镇 此时 其实在此之前 袁崇焕已经给北京写了信 给皇帝写信 说我这会儿有我在 八旗子弟他绝过不了山海关 您放心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潘家口 马兰玉 喜丰口这条道路 你一定要派人去守好这条道 但是 他的书信被树制高阁 没有人理会 结果 黄太极所有的兵风迅速包围了北京城 将北京城团团包围 这个时候 袁崇焕在沙海关 在沙海关外得到信息消息以后 马上亲自带领九千人马 回石北京 当时袁崇焕的人马 连粮食都没有带 到了广区门前线 就与八旗子弟展开血战 一战 两战 先后取得胜利 这个时候 黄太极啊 真是恨不得把袁崇焕生吃了的心都有 但是 黄太极明知道自己战败 怎么办呢 他想 我还是按照 范文成的计策 我撤 临撤退之前 黄太极 黄太极在于明军较量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俘虏的啊 有几百个俘虏 黄太极命令这几百个俘虏跟着我走 然后这几百个俘虏就跟着黄太极 被押送到东北 在这一路之上啊 黄太极手下两个大将 这两个大将啊 原来也都是明朝的相关相将 自己跟着 嘀咕 他不是大声的说 他小声的嘀咕 他嘀咕什么呢 他嘀咕说 哎 你知道吗 什么事 你知道这回咱们爷 这个咱们爷指的就是黄太极 你知道这回咱们爷为什么撤了吗 说不知道啊 你没注意吧 在撤退之前的头一天晚上 咱们爷曾经自己独身一人前往镇前 这你看到了吗 哎 这个这个人说 哎 这我知道 你知道他见到谁了吗 不知道 见到原都师了 啊 咱们爷见到原都师了 是啊 见到原都师怎么着啊 他跟原都师商量好了 将来把大明朝的天下以黄河为鉴 黄河以北归咱们 黄河以南归原先生 是吗 有这事儿 你可别往外的说去 这事儿都保密的 就天之地之你之我之就得了 结果正在这两个人小声嘀咕的时候 有一个俘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这个俘虏是谁呢 这个俘虏啊 是皇帝 明朝崇祯皇帝的贴身太监 他姓杨 这个姓杨的这个俘虏啊 太监俘虏啊 就一想啊 有这么大的事儿 不成 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报告给皇帝 原都师叛变 夜深人静的时候到 这个杨 这个姓杨的这个俘虏啊 偷偷的溜了出去 解开了自己的绳索溜了出去 三步并坐两步直奔北京城而来 进了北京城 邦邦邦邦一敲门直接面见皇帝 皇帝皇帝我告诉您大事不好 袁崇焕与皇太子已经达成了秘密条款 这个时候 崇祯皇帝也没有详细的思考 马上命令将袁崇焕调到北京 愚蠢的崇祯皇帝 连调查都没有掉 他就轻易的相信了至今我们人所共知的一个法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审讯之后 尽管袁崇焕什么责任都没有 什么错误都没有犯 但是崇祯皇帝不相信这一切 他仍然毅然决然的决定将袁崇焕处死 怎么样处死这个袁崇焕 1631年9月11号 这一天是我们农历的8月16日 一代名将袁崇焕被押赴到北京西市 凌迟处死 北京西市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西四 凌迟处死 凌迟处死是一种死的方法 是所有死亡的方法中最为悲惨的一种 这种死亡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千刀棒 皇太极利用反剑计轻而易举的骗过了崇祯皇帝 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这样被处以了寡刑 不过虽然袁崇焕死了 腐朽的大明王朝也已经不堪一击 但是此时的皇太极并没有被胜利充分了头脑 他清醒的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这个问题又是什么 蒙古人的问题 我们说明清之际 我国的蒙古人分成 漠南 漠北和墨西三大蒙古 所谓漠南蒙古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内蒙古 所谓漠北蒙古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蒙古 墨西蒙古居住在今天的青海和新甸 青海和新疆境内 那个时期叫威拉特蒙古 或者叫鄂鲁特蒙古 那墨南蒙古呢应该来说 在这三大蒙古部落当中 墨南蒙古他家在什么 后金与明朝的旁边 他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坐山观虎斗的人 那么这个时期 墨南蒙古的主力也就是查哈尔部 他的首领林达汉 与明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明朝每年要给林丹汉大量的钱财 每年给林丹汉大量的钱财 林丹汉呢也是极力的支持大明盲朝 所以墨南蒙古查哈尔部林丹汉的存在 就成了黄太极进攻中原的一个致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 黄太极知道他要想进攻大明王朝 首先要消灭林丹汉 消灭林丹汉的战斗前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是1628年 黄太极亲自带领八七子弟进攻林丹汉 一直将林丹汉追到了外兴安里 这次他俘获了林丹汉手下的蒙古人一万多人 林丹汉大呆而堂 但是林丹汉不甘心失败 四年以后 黄太极属下的人党又和林丹汉打了起来 这一次黄太极一下子就消灭了林丹汉的主力 林丹汉只身逃往青海的打扫坛 最后在那出了天花不治而死 林丹汉死了 但是他的余部还在 他的儿子还在 他的妻子老婆孩子还在 所以消灭林丹汉的余部 又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635年 黄太极命令进攻林丹汉的余部 结果在这次战斗中 林丹汉的余部被先后归顺 先是林丹汉的妻子苏太太后来想 后是苏太太后又劝了林丹汉的儿子 俄哲归降 这一次多尔滚出兵 不费一枪一卒 查哈尔布就最终归降了 就最终归降了黄太极 不仅如此 黄太极在这次派多尔滚等人的战斗中 还得到了据说是一件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宝贝 什么呢 玉玺 什么玉玺呢 据黄太极自己所说 他所得到的这个玉玺 就是我们历史上讲和氏璧所做的那枚玉玺 楚国的汴河找到了一块碧玉 叫和氏璧献给楚王 后来这个和氏璧又流落到了赵国 流落到赵国以后 就有了我们讲的连泊令响如列传中的一些故事 再后来这个和氏璧终于落到了秦国手里 并成为皇帝玉玺 但是我们知道这枚玉玺呢 在两汉灭亡以后 这枚玉玺就找不着了 他到底流落到了哪呢 据蒙古人说 据蒙古族人说呀 这枚玉玺后来一直流落在蒙古大草原上 最后是被元朝皇帝所得 元朝皇帝得了以后 但是后来元朝灭亡以后 这枚玉玺又不知下落了 再后来 再后来 一个蒙古族的牧羊人 发现他有 他们家有一个羊 跟那刨地 什么也没有 就跟那一下点下在那 老在刨 最后这个牧羊人就 把这个地八地三吹以后 发现哎呀 这不就是那个玉玺吗 然后他把他送给了林丹汗 林丹汗有了这枚玉玺 便可以号令天下 此时林丹汗死了以后 这枚玉玺就落到了林丹汗的妻子苏太太后手里 苏太太后把这枚玉玺送给了多尔滚 多尔滚又把他献给了皇太极 当然事后我们考证 这枚玉玺 其实是假的 但是谁能够说自己所得到的是一枚假玉玺呢 谁都愿意自己的玉玺是真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皇太极得到了这枚玉玺以后 他认为 这个时候 得玉玺者得天下 他认为 他号令天下的时机已经到了 他要正式称帝 一个笑容可以千国千成 金戈铁马的战争终将泯于谈吐 有道是千古风流令人陷 却只见滚滚长江东逝水 速不尽 无千载变幻 尽在中国历史大讲堂 征服了朝鲜 击败了蒙古 又除掉了心服大患原重患 此时的皇太极 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称帝了 但是在正式称帝以前 黄太极颁布了一项法令 那就是将女真族名改为晚舟 将金正权改为亲 黄太极为什么突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 晚舟这个词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词第一次真正的用到世界上 我们知道是1635年的11月22号 也就是旧历的10月13 黄太极正式下令 此后我们的民族既不要用女阵 也不要用诸身 也不要用窝籍等等 什么都不要用 一律改称为满洲 他为什么要 满洲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 他为什么要改女真为满洲呢 满洲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说起来满洲这个词啊 前面我们讲过啊 努尔哈赤的祖先呀 他们所处的这女真部落呀 分成很多很多的小的部落 其中呢满洲呢 就是建州部落中最小的一个部落 哎 就是努尔哈赤的祖先 他所在的部落 但是当时呢 我们明朝这边记录呢 一般都管 这个部落呢 叫女真 或者叫建州 建州是地名 女真是呢 族名 没有人管他们叫 没有人管这个民族叫满洲 或用地名或用族名 哎 也有人呢 管他叫朱深 朱深和女真是同一个词 啊 没有别的意思 不管我们这样朝鲜的史书上 管他们记载的也叫建州 或者是女真 那 他为什么要改 刚才我们知道了 确实有这个原因 但是满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 是清朝的皇帝的说法 谁的说法呢 乾隆皇帝的说法 乾隆皇帝说呀 我们为什么这个民族要叫满洲呢 是因为呀 哎 想当初啊 这个中国的西藏 西藏有喇嘛教 喇嘛教分成很多支啊 皇教 哎 达赖和班柴 给我们写信 管我们的皇帝叫 曼出师利大皇帝 所以 我们这个满洲啊 就是 皇教 的那个达赖和班禅 管我们称呼的 曼出师利的前两个字的谐音 所以就叫满洲了 这是乾隆皇帝 对于自己民族的解释 你相信乾隆皇帝说的是对的吗 我告诉你 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不对 1635年 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 1642年 皇太极与达赖和班禅 开始有了第一次联系 换句话说 早在 皇太极与达赖班禅认识之前的七年 皇太极就已经改女真为满洲了 所以 将满洲举为 曼出师利大皇帝的建成 是错误的 那问题就出现了 满洲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诶 诸位 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 据我们史学家考证 满洲这个词就来源于诺尔哈赤的祖先 咱们在最开始讲诺尔哈赤的时候 您还记住诺尔哈赤有一个祖先叫李满洲吗 所以满洲这个词就是李满洲的满洲这个词的谐音 那 现在我们来揭示 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女真为满洲 两个意思 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 就是说 我女真人曾经受你们明朝受你们汉人的统治 但是我满洲 改为满洲以后 女真的历史我们不知道 所以满洲的历史呢 没有受到过你们明朝的管辖 这是在遮掩历史 第二呢 就是说 我要叫女真吧 就会自然让人想起岳飞抗金啊 等等等等很多事情 所以现在我改叫满洲了 满洲跟女真没关系 也就是说 他改女真为满洲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在淡化矛盾 与此一样的道理 他也改 这个金为青 大金与大青 这两个词 在满语里面是同一个词 当然在汉语里面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是金 一个是青 而且金是 是金命 然后青呢 是水命 这就不一样 所以呢 也是在淡化矛盾 但是问题在于 黄太极 为什么给自己的政权 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叫青呢 历史上啊 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说呀 努尔哈赤有一次打仗 结果呢 打了败仗 慌不择路 当时努尔哈赤啊 只身逃跑 只身逃亡 他的坐骑呀 是一匹大青马 结果呢 努尔哈赤当时说呀 大青啊 大青 将来我得了天下 国号就叫大青 当然 这只是一个传说 不足为信 但是这个传说中 给了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青 跟我们前面讲的满洲一样 他的目的也是在简化淡化民族矛盾 这是毫无疑问 那我们现在讲了 黄太极改女真为满洲 改金为青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1636年的春节 黄太极正式宣布称皇帝位 黄太极从此以后就不叫大汗了 改叫皇帝 年号崇德 改女真为满洲 改大汗为皇帝 此时的黄太极 已经不再是一个游牧民族的部落首领 而真正成为了一个强大国家的皇帝 既然已经做了皇帝 那么黄太极的皇后和妃子都是谁 他选择皇后和妃子 又有没有什么想法在里面呢 有 而且皇太极选妃子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寄托在期间 那黄太极一共有五位皇后和妃子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后四宫 黄太极在圣经 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沈阳 建造了五个宫殿 一后四宫 那他的一后四宫比较怪 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他的一后四宫 五位后妃 都姓一个姓 博尔基基特使 不但都姓一个姓 而且都出自一个民族 蒙古族 只不过是呢 出自蒙古族的两大部落 一个是科尔沁部 一个是查哈尔部 哎 你发现没有 事情很怪 诺尔哈士 娶的皇后和妃子 都是建州女真 都来自女真人 没有蒙古人 但黄太极 娶的这些后妃呢 全都是蒙古人 没有一个建州人 没有一个女真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 说来话长 黄太极取的这些妃子 他有着很深刻的用意 他清楚 朝鲜打下来一如反掌 但问题在于蒙古人势力非常强盛 我对蒙古要恩威并施 威就是打你 恩是什么呢 我和你们结成亲戚 我讨你们家的闺女 你我们家的闺女也嫁给你们家 让咱们两个民族牢牢的结成同盟 所以 鉴于这种考虑 黄太极的五个妃子都姓同一个姓氏 伯尔基基特氏 伯尔基基特氏 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他的原意是伯尔之金氏 原来叫伯尔之金氏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不就叫伯尔之金铁木针吗 伯尔之金的意思就是蓝眼睛的人 意思是有高加索血统 来自欧洲的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我话说回来 伯尔基基特氏到今天都一般的姓宝 姓包等等 一般的为多 姓豹的也是这个意思 那他的这个妃子出自几个家庭呢 告诉大家 出自三个家庭 或者呢 您也可以说是出自两个家庭 哎 到底是三个还是两个呢 您听 您往后听就知道了 我们先来说 这个皇后伯尔基基特氏 黄太极的皇后伯尔基基特氏 他的名字叫哲哲 伯尔基基特氏 伯尔基基特哲哲 那么他这个人呢 早年嫁给了黄太极 但是 他这个人呀 一生没有给黄太极生下一男半女 但是呢 黄太极非常清楚 自己与他的婚姻是一门政治婚姻 尽管你没给我生下一男半女 但是 皇后将永远是你的 我将永远尊重你 这是他的皇后 哎 哲哲 此外呢 黄太极还有两个妃子 这两个妃子啊 都是皇后哲哲的侄女 是皇后哲哲的哥哥的孩子 而且是亲戚俩 先嫁过来的 就是庄妃 我们 电视连续剧中的大玉儿的原型 当然历史上 他不叫大玉儿 他叫不慕不太 不慕不太呢 是吉祥如意的 这么一个意思啊 是千万个子孙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娶了我不慕不太 你就可以有千万个子孙 你的子孙后代 就可以延续千万年 所以从这点来讲 是吉祥 这是他的一个妃子 大玉儿 其实不叫大玉儿啊 这是庄妃 此外呢 后来呢 他又纳了 庄妃和这个黄太极结婚以后啊 也是好久没孩子 好不容易生了孩子吧 还一连气生了仨姑娘 最后黄太极想 哎呀我这也没儿子 怎么办呢算了算了我赶紧再讨一个老婆吧 慌不择路啊 鸡不择食 他就讨了谁呢 就讨了这个庄妃啊 不慕不太的姐姐 他这姐姐嫁过人了 只不过是跟人家不和又回娘家了 换句话就是离婚了 结果他这姐姐跟人过好多年离了婚以后 祝娘家结果被黄太极看中 然后又把他的姐姐给逃过来 成为自己的陈飞 陈飞就是我们电视剧中所说的那个海蓝猪啊 你看这一家是姑姑和侄女三个人同室一夫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政治婚姻吗 你没给生儿子 他就要给生儿子了 当然黄太极呢 哎这个呃 这两个人 陈飞和庄妃呢 日后还是都给他生了孩子 都给他生了儿子 哎 其中呢 这个呃 陈飞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儿子呢 没过一周就死了 他儿子死了以后呢 这个陈飞呢 后来也死了 在此后 这庄妃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给他生下了唯一的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给他生下了庄妃生的儿子中的唯一的一个 这个儿子呢 就是日后的顺治皇帝 我们在此呢 先暂停不提 那我们说两个家庭或者三个家庭 那他的五个后妃 这介绍了三个 是来源于同一个家庭 那另外那两个呢 如果我们说他来源于同一个家庭的话 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林当寒的妻子 林当寒死了以后 林当寒的老婆就被黄太极接收了 这俩老婆归我 那几个老婆你们都分了吧 然后换句话说呢 黄太极还接收了林当寒的两个老婆 一个就是贵妃纳木忠电视中有的 第二另外一个呢 叫舒飞 舒飞叫巴特马 一个是贵妃纳木忠 一个是舒飞巴特马 这个贵妃纳木忠呢 给黄太极生了一个儿子 叫伯木伯果 这个电视中也有 也有很多表现啊 我们在此不提 那我们可以看到 黄太极为了拉拢蒙古人 将自己的所有后宫都变成了蒙古人的天象 而且不但如此 他还命令自己的其他的亲戚朋友 都讨蒙古人做老婆 而且他还要把自己的女儿和其他人的女儿都嫁得蒙古人 这样通过这个联姻就结成了满蒙之间密不可分的牢固的情谊 一个笑容可以清国清朝 金戈铁马的战争终将民于谈吐 有道是千古风流令人陷 却只见滚滚长江东逝水 素不尽无千载变幻 尽在中国历史大讲堂 通过和拥有强大实力的蒙古人联姻 黄太极真正稳住了自己的地盘 这个时候他也非常清楚 最终消灭大明朝的时机已经到了 但是消灭大明朝也并非是唾手可得的 成帝以后他的第一仗又该先打谁呢 他又选择了朝鲜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清楚 他这一次选择朝鲜一点不奇怪 因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说了朝鲜与后勁政权 这个时期叫大清了 与大清政权的关系非常的不好 而且不好到什么地步呢 这边大清称帝了 派人送信给朝鲜 朝鲜人不但不理这个送信的人 也不送礼 也不祝贺 什么都没有 所以给黄太极气的 集位以后马上在1636年年底下令开拔 全军出动 消灭 朝鲜 大部队 兵封直指朝鲜 这次兵封直指朝鲜 黄太极亲自带领部队 亲自渡江自己占领了一周 势如破炉一般 另一路一下子就拿下了汉 一下子就拿下了平壤 一直将朝鲜的国王李宗追到了汉城 然后又把汉城团团包围 时间是1637年的一运 按我们旧历来说呢 也就到了腊月门 这个时候李宗无心恋战 只得被迫接受了 只得再一次被迫接受了 黄太极提出的条件 这次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这次黄太极给他提出的条件是 从此以后我们将成为君臣之国 我是君你是臣 你必须断绝和朝 必须断绝和明朝的一切往来 李宗在无可奈何之下 答应了黄太极的所有的要求 而且亲自表示 从这一年正月三十以前 我仍然是大明朝的臣民 从这一年正月三十以后 我将成为大清国的臣民 黄太极两次用兵朝鲜 终于达到了一十三鸟的目的 一是改变了朝鲜的现状 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 三是解除了后顾之忧 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 就是在黄太极在向东打了朝鲜的同时 他还派兵向北攻打了野人女真 野人女真我们知道有好多部落 我们通常称之为索隆各部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对于野人女真采取了什么办法 恩威病是软硬兼施的策略 软恩是什么 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谁 嫁给当时东北的达瓦尔族的头人 这样达瓦尔族顺利归顺了黄太极 而对于其他索隆各部呢 对于这些其他不服从于黄太极管辖的索隆各部 则毫无疑问急起着追 很快黄太极的冰封就占领了黑龙江上游中游下游各个地区 那么至此整个东北不但完全巩固并得以统一 而且朝鲜蒙古问题得以解决 至此我们说黄太极真的到了与大明王朝决以死战的时候 黄太极会取得胜利吗 俗话说得好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631年 黄太极的手下造出了大清朝的低门红衣大炮 名为天佑驻威大将军 此后1639皇太极真的要开始和大明朝作战 那么弟弟就选择在宁远和锦州之间 先是清军迅速围困锦州 明将祖大寿告急 清军明朝政府派红成筹为总督 率领八位总兵十三位步骑四万马匹 前去支援 前去且锦州之围的人来到了东北的松山 来到了山海关里面的松山 结果当时黄太极急匆匆的部下包围了松山 但是毕竟洪成筹的部队十三万人 人太多了 黄太极的部下大可是完全打了白仗 这个时候黄太极还没有赶到牵线 黄太极急的什么样 历史书上有记载说黄太极急的上火 鼻子窜血 鼻子窜的血要用木碗来接 一碗一碗又一碗的接 黄太极抱着重病的身体亲自来到前线 亲自指挥 在他的战略部署之下 经过他的精心的部署 终于完成了对松山的包围 这个时候的明军属将 明朝的在东北的最高将领 红成筹 没有办法 只能下令多路突围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大明王朝与大清王朝 决战的最关键的时刻 黄太极在1643年的9月21号 农历的8月初九 以51岁的壮年之灵骤然去世 换句话说 他没有看到他属下的八起子弟 最终统治了全国 黄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王朝 一个时代的结束 从此以后 大明王朝与大清王朝的较量 真正的开始了 后面的情况将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下次再讲 没问题 做白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